我覺得運動動力很重要 所以我都會先看一下灌籃高手最後一集 你就會更有動力想要運動 這個一定要帶 Hi L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哲熙 我今天要錄的是What's in my bag 我的運動包包開箱 首先呢這就是運動的包包 然後我一定會帶的水 水很重要 運動要多補充水分 然後運動的眼鏡 就是有些時候球會被光影響 所以你要戴著眼鏡才會看得到球 然後裡面有什麼呢 大家看到了毛巾 擦汗很重要 不要擦在別人身上 這個是Trash的毛巾 我哥的樂團 然後呢還有這個 灌籃高手 為什麼要戴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運動動力很重要 所以我都會先看一下灌籃高手最後一集 你就會更有動力想要運動 這個一定要戴 耳機 就是運動我其實很討厭自己一個人運動 所以自己一個人運動的時候我就會戴耳機 聽音樂啊或者是聽Podcast之類的 很重要 護身服 大把護身服 因為有些時候運動會到一些偏僻的地方 安心 我覺得運動 包包裡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戴手機 為什麼呢 因為你坐在旁邊常常會沒有事情嘛 然後我最近在學韓文 它就有APP 我就可以在旁邊讀韓文 然後還有呢 叫車的APP一定要放在首頁 運動到差不多的時候就要趕快先叫車了 所以我先走了 這很重要 因為你運動到沒有力氣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慢慢的打扯回家 要馬上直奔回家 躺著 這很重要 然後 藥盒 就是這個藥盒呢 就是很像一般大家印象中老人會用的 就是因為我有分我每天早上要吃什麼 中午要吃什麼 晚上要吃什麼 它裡面有 有B群啊 維他命C 葉黃素 然後還有 心 鎂鈣 然後還有鐵 跟 這是什麼啊 兩個很大顆的藥 我也忘記它是什麼 反正啊 還有一些什麼益生菌啊 幫助睡眠的 對 就我每天會按時吃藥 就補充我的營養 它是什麼 相機 就是 有時候 你想要偷懶 但又不想在旁邊看起來它們無所事事的時候拿出相機 這樣我幫你們拍一張你們運動你們運動 就是很好的休息藉口 相機 然後還有最後是 這個 球 就是我覺得隨身帶個球很重要 就是它可以 按摩啊 就是放鬆一些肌肉 然後 如果你在等的時候沒事的時候 也可以練個雜耍 對 你看我還沒練好 還要練 對 這個蠻重要的 就這樣 我的包包就裝這些東西 只能帶三樣喔 只能帶三樣喔 只能帶三樣 水很重要 因為人體是由幾%是由水組成的 然後 第二個 灌籃高手 因為 只要你看了灌籃高手最後一集 所有的困難都會迎刃而解 你又更有勇氣去面對任何的挑戰 最後一項我應該就是會選手機 就可以馬上叫車回家 可以啊 以上就是我的包包開箱 然後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專訪 或是封面 請追蹤 L台灣 2023最具風格的時尚路跑 L Run with Style首度舉辦台北高雄兩場 4月22日在高雄夢時代大道 4月29日在台北大家河濱公園 大家趕快去報名 一起在城市賽道上 自由的奔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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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